好,我们来分析一下得奖作品的首页有哪些,我们先看第一个 我们看到了西西,看到一个背景音乐,听到背景音乐,然后有一个故事情境出来 大概在故事结束之后,他会把主题秀出来 故事的动画的题目出来,开始 前面一个情境,西西,背景音乐,加上一个简单的故事动画 这是一则得奖作品的首页,来再看另外一则 是不是也是差不多,前面有一个简单的情境或者故事的背景 然后有配音,然后有背景音乐,西西出来,然后一个play 看到这两个得奖作品大概就可以整理出来 如果你设计动画的时候,你首页要有哪些内容,你该准备的哪些东西 建议你就是可以朝这方面去准备故事动画的首页 基本元素,西西大概在首页出来,在某一个位置 然后背景音乐,然后要一个故事情境 最后把题目明显的标示出来说 我比赛的题目是什么 然后才进行往下走 然后把题目明显的标志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的标志 我们余子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